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已經是相差很遠 跟北美洲來說 譬如說我們五年前的高爾夫球球場的發展 和五年之後的今天 可以說當然有轉變 但是那個轉變程度 你可以感受到 但是你不覺得有什麼不同 不是特別不同 或者設計好了 設施好了 或者服務好了 但是在中國來說就不同了 簡直是說一年之間 我會覺得它的比例 好像外國的十年發展那麼快 不知道你不同意 其實我覺得中國發展 無論是說在運動方面 基建方面 經濟方面 每一樣的速度都是非常驚人 當然高爾夫球也是 因為其實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它不同於歐美 歐美我們是一個意義發展的國家 所以它可以做任何的事都可以 而且在中國的制度上 很不好意思說一句 它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 所以變成了 可以的發展就快很多 但是相比你在外國 譬如我們在加拿大 你說如果你要在這裏建一個高爾夫球場 我想你只是拿松陵 拿什麼批文 可能都搞了幾年都未開得到 但是中國可以隨時去發展 因為它農地或者地會好多 可以這樣說地理方面 地理方面是得天獨厚的 但是最重要是發展 實力集中 實力非常集中 所以我自己過去過 我差不多每一年都會回去國內 因為可能工作上的需要 我自己看到發展真是一天千里 不要說基建 不要說交通網絡 高爾夫球是其中一個球場 是每一個地方 你們見到雨後春筍 一年可以突然走幾個球場出來 你想想 起一個球場不是小事 但是可以很快地就起到 或者我們可以說一說 我們一起去過的地方 坤明 可能各位朋友都未聽過這件事 雖然我們在中國的高球發展市 就不是說好像北美洲 或者歐洲那個時間那麼長 但是我們坤明有的球場 可以說是天下第一動 天下第一場 也都是真是名符 其實是被人形容為 亞洲排第一位的球場 第一位的球場 是很值得去的 這是一個很漂亮的球場 其實是兩個十八棟的球場 是的 叫春城 春城 我想當中無論設施還是風景 應該都很驚人 非常優秀 其實主要是風景和難度 挑戰性 兩樣都有 兩樣都有 變成在一個 他有兩個球場 我剛才說 一個是山的場 一個是湖的場 就是圍著湖走 一個是圍著山走 兩個球場的挑戰性都很高 一般高爾夫球手最喜歡就是挑戰性 就是打不到就是一件事 但是最希望可以挑戰 克服到這個挑戰性 所以在中國或者全亞洲來說 這個就是天下第一動 我自己來講 我去到的時候 當然北美洲 或者歐洲 都有很多不同風貌 風味的場 但是相比在中國來講 一自己是炎黃子孫 然後回到陳州大地 覺得是很自豪 很有親切感 是的 既然間我們現在中國的發展 無論各方面 都現在去到這個地步的話 自己 直到覺得 不要說打不打到球了 那天已經有一種武器 對 還有你看回現在北美洲 那些最頂級的球場來算 當然他們的設計 或者他們的風景 都是很漂亮 很容易人 但是如果從中國來比 我會覺得 它那個大自然 還有它本身那個 其實中國的旅遊 已經是我們可以說 它發展得最好的 中國三明水秀 就是人家都知道 你想想它有多少景點在裡面 每一個省 每一個市 其實真的有他們不同的味道 中國風景本身 就是一個非常大的賣點 是的 沒錯 你現在不難的 看一些poster 或者看一些明信片 上網看一些環境 已經是很漂亮的 很偉大 很宏偉 但是你幻想一下 如果在這些大自然 這麼優厚的條件裡面 還要建一個高爾夫球場出來 那你說那種味道 就是好像很fusion那樣的 是的 你兩樣東西都是在享受著 又在享受著它的風景 又在高爾夫球的東西 二角的享受 和技術上的享受 所以你現在說一說 燒了我的那一疊 我的那一疊就是旅遊那一疊 那你一燒了我的那一疊 我就一定要說一下 因為我作為一個旅遊的策劃人 其實我經常都說 中國在未來的發展 可以說會爬升到很高的地位 就是在評選位 因為最近剛剛出了個調查 2008年 中國是全世界第10名的旅遊熱門的地點 但是我自己的感覺 中國會在不久的將來 亦都很快的將來 一定會爬升到另外一個境界 原因是甚麼呢 第一 環顧中國的發展 很多新的事物 新的安排 譬如它的高樓大廈 它的交通網絡 這些全部都是方便了旅遊人士的 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 它的歷史 文化 背景 全部可以適合做旅遊的 去旅遊的四大元素就是吃海玩樂 都是享受營 以我們一個中國人 或者是一個亞洲人來說 我們的口味 通常都是喜歡吃一些亞洲式的菜餅 所以一般來說去旅遊 吃的口味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已經第一個元素符合了 第二就是玩的 你有很多地方可以看 山明水壽 四季不同的景色 我們去買又可以買 旅遊一定是購物的元素 買又可以買 所以無論怎樣說 它一定是可以做到 再者 中國在世界各地來說 的評分就是最安全 以及最平穩 就是在政治的因素來說 我聽聞 剛才你說的那個評分 將會是幾年後之後 真的會再攀升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它的統計是2008年 但是2008年 不要忘記是中國奧運年 中國奧運年 中國政府做了很多事情 對外的宣傳 2010年 世博世界博覽會 亦都是全世界八千萬人 去到參觀世界博覽會 你想想這幾個數字 加起來 你已經可以爬升到 因為2008年做這個統計 但是它不知道2009年發展的步伐 是快得那麼厲害的 是的 它又不知道2009年 又不知道到2010年 原來比2009年還快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你中國在未來的五年裏面 一定是爬升到一個一定的地方 好了 去到一個定的地步之外 亦都它的發展 相對來說 它自己內部的發展 是要配合時代的轉變 因為譬如你說發展高球場 發展其他項目 相對來說 吸引了更多的人去 作為一個旅客 這樣說 你審想現在去世界上 哪裏比中國更安全 你不會去中東 如果我可以選擇的話 是嗎 現在更加快 當然我不會想提倡這件事 我希望旅客到處都去 但是作為自己是一個消費者 去比較 旅客是容易安全 當然 我去玩而已 我不用擔心 慢慢安全 所以你一想想 又可以玩又可以吃又可以 好了 說回打球 打球球場是新 很多是新的措施 新的設備 新球場各個受款 你的感覺已經很舒服 至少進去乾乾淨淨的設備 即是一流設備 再加上有挑戰性 因為它現在全部的球場 都是找外國著名的球手 或者是球場設計者 去做設計 不是說它自己不懂這樣做 即是可以說 即是一個化妝師 是吧 如果說一個美女 在她的手上 本身已經是美女 不用怎樣化 已經很美 你再加上去的話 就更加驚為天人 而且它是找著名化妝師去化妝 是的 你別忘了 因為它也想賺錢 它也想標榜自己的地方 球場是漂亮 即是剛才我們提到的春城 就是了 本身那個地理 有湖景 即是所謂那個湖 即是可能在那麼多的觀眾當中 心目中都聽到我們說湖景 可能好像加拿大的湖 其實不是 那個湖是大得很厲害的 你說那個山景上面 那個山不是普普通通的山區 即是很有龍脈性 你幻想一下 從山頂一直打球打球打球打到下來 又在山腳打球打球打球打上去 即是這麼迂迴曲折的路 但它人工化得很自然 你又不會覺得它是很人工化出來 好像很自然地出來 又打球又欣賞風景 真是落在其中 我自己去到的時候 真是非常之陶醉了 不用打球 那我只是看風景 我已經真是… 還有你看看現在深圳 你看看觀南 全世界最大的球場 十幾個十八棟的球場 全世界哪個地方 可以容納這麼大的一個 哥爾夫球場 即是其實西方社會 對我們現在中國的高球發展 有外有行 因為我們這麼多人口 全世界都有我們中國人的存在 如果我們中國人發起一股高球熱 其實已經很熱次了 是的 如果我們這個風 在我們的華人圈子 在世界各地的華人圈子 再吹熱次一點 即是對他們的西方發展 也是很好 他們是很想見到這件事 是 特別是我們中國人 所以為何上海要做一個 打球高球的 要請泰國會去呢 就是它其實是一個造勢 它做一個廣告的推廣 或者一個宣傳 讓人對高球這個熱愛 中國人對高球的熱愛 可以提升到另外一個階段 又可以反過來說 那為何Tiger Woods會仇要 又要去呢 又要去呢 一定有一個過創原因 所以會吸引很多 所以我覺得 中國在未來的發展高球 其實是一個很快 和會一個很普及的一件事 其實絕對會 因為中國本身地又大 風景又美 正如你們兩個這樣說 而且他又有錢 人又多 人又多 又請來外國著名的高爾夫球設計 來幫他 所以無論如何計算 中國和中華的發展 都一定非常快 如果我們現在回去這樣計算 國外加自由很小 對 所以應該要多打一兩 看到回到中國 當然大家的社會 生活水平不同 可能中國現在說 一般的普通市民 去打高爾夫球 未必可以承擔得起 但是以我們現在在加拿大 或者在北美洲的生活水平來計算 回去打球 覺得其實不是那麼貴 因為你將兩邊的銀碼兌換之後 覺得是物超所值的 可以這樣說 雖然在國內來說 可能仍然有朋友覺得會貴 但其實跟你以前相比起 已經便宜了很多 便宜了很多 不能同日二月 也都是現在國內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坦白說 在香港在十年之前都不是那麼普及 這是一個好事 是的 但是在十年後的今天 其實中國的生活指數是高了很多 其實你去到每一個球場 看到其實真的很多人打球 不是說沒有人打過 是很多人打 也就是說很多都是中國人 自己去打 是中國人 可以見到這件事 我是很開心 有錢的人 我這樣說我是很開心 但是還有一件事 你不難 例如我剛才說去昆明 去出城 你不會難看到一些 其餘那些國家的人 真是組團去那裡打 例如日本 韓國 他們很喜歡 新加坡 他們真是一團團去那裡打球 他們很喜歡 當然可能會見識一下 中國來講 如果以 達成功無論對 找昆明做例子 四季漁春 天氣又得天獨厚 球場又漂亮 這都吸引了很多 但是反過來這樣說 因為日本和韓國打球是很貴的 因為他們地方小 他球場不夠中國那麼多 所以他們這兩個國家的人民 是很喜歡去大陸打球 因為打球之餘 他還有其他消費 又可以吃又吃得好 又便宜 消費比他在他自己本土打球便宜 如果說吃 吃喝玩樂 我們神州大地的孤兒